大家好,我是小庄 大家好,我是大坤 之前咱们这个封边机不是有点冷吗?不太好使吗? 封边机有点冷 不是,温度有点冷 咱们的屋里比较凉 对 封边条吧 问厂家人打不到封边的施工环境 对对 经常要能打到,他说下点 对 跟厂家那个收购经理说 说你最好下点封 冬天不干活了呗 我们冬天不能待这样 对呀 我说那没别的解决办法啊 他说那你不行,你可以加热房吧 这温度盘能给封边条下热到30到40度那样吗? 那之前就是封边条凉的 不是说别的地方凉 都凉,那板子也凉 什么东西都凉 整体都凉 所以说现在搁上这个东西再试试 看它行不行 行 大坤现在正在安装那个加热盘 看看一会儿效果怎么样吧 刚想要说你要准备开车打别的 然后你就把这锅盖拿起来了 紫达紫达紫达 有点像锅盖 哦,是啊 它其实就是一个加热装置 你看最后应该是加热的 然后它使用方法是啥呢 它喷不懂啊,也都是现实的 盖上,盖上锅盖,炒上片 蒸它 蒸10分钟 先蒸10分钟 然后就可以出锅了 10分钟之后 然后开始封面 据说效果嘎嘎的 我希望能解决我这个难题 因为这个封面 手工封面确实是太麻烦了 而且他花这么多钱买了这个机器 这两天天凉 完了他又在屋里织炉了 然后又把温度上来 上来之后还是粘不住 然后就让我买那个混合胶 混合胶也到了 还是不行 今天这个东西到了 我希望能够出锅了 这个东西是多少钱呢 这个盘是300元 这么贵 40元 现在给热度啊 10分钟以后 见分晓 上气的告诉我 上生气的告诉我 杨杨刚到这 已经开始吃了 这样又吃又喝的 好吃吗杨杨 来吗 还是 要那个 他自己选择着 吃吧 大婚大婚 开锅了吧 到180度了 而且那个你这个锅盖 先给看看啥样 能不能冒热气 没有 热乎吗 热乎 热乎就试一试 您的一锅封面条也正好 是打包还是在这吃 先热乎 再试一试 有趣的 感觉怎么样 感觉好像是行了 好像是行了 我接一下 等稍微聊聊 接一下 他要自拉一下 接下来了 这顺便再不行 他要接不下来了 这你就证明他还行 对 他这个书边什么都没问题 这块是我 就是一个胶的一个问题 对 好像还行 接下来了 它要是往下接的时候 是嘎嘎嘎嘎嘎嘎嘎那种 那就是不行 像这种的话 就是还不错 站的 这就站住了 这就成功了 成功了 还是接两个 还是两个 对 对 就是你封边之前 你可以先把那个板 拿进屋里来管一管 对 反正都热乎了 都温乎 让它一下就成功 还不错 这晚上算是没白买 你这个锅买得不错 对酒呗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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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彻底成功了 彻底成功了 真戴劲啊 终于成功了 试了多少天呢 费多少天劲 其实就是冷 天气凉 厂房凉 木板凉 封面条凉 其实 太凉 我家小单独卖这个锅 对 想单独挣一份钱 他们把这同样的机器 比如说这个修邦底级 就是三个门的 或者四个门这种 大家都卖一千块钱 几个历子 然后有人就卖几万 就不要把这锅成本 淘上去 然后你回来不好使 再卖这个锅 其实是一样的 套路 全都是套路 行 全东西写了 不敢套路 全东西写了 行 消满 刚封面条